少女第一次被尿憋醒 不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13岁 她无奈地倒头又躺下了 她不知道自己被困在这个地方多久了 刚刚被绑在索仙台的记忆依然清晰 那个哭得撕心裂肺的自己 还有那对狗男女对她做的所有事情 尤其是那个狗男人假人假意拿剑对着她 自己被她那副欠揍的嘴脸气倒 最后直接就挣脱铁链束缚 怒火攻心下决定自爆丹田让他们殉葬 这些画面她如今都历历在目 在这个世界中 她是只能活到故事一半的反派 而花拢越是这针锋大陆的天之骄子 而自己反派的身份即便有人喜欢 最终也会落得惨死的结局 惨死后又会被送回一百年前她13岁那天 无论她如何更换活法 依旧无法改变故事的走向 她此刻想着既然结局已定 那不如就天天睡大觉吧 吓一秒砰的一声 这可把她吓了一跳 她抬头一看发现是她的师姐 他们两个人开心地叫着皈依师妹 皈依师妹快醒醒 咱们该下山除岁了 孟贵一连忙躲进被窝里面 师姐 我不去了 我要睡觉 师姐宠密地说别闹小孩子脾气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床 孟贵一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尝试拒绝过一次 最终发现如果不下山 就会一辈子困在这一天 她当即就惊醒了 拿出发带就扎起了头发 师姐见状很是惊讶 师妹怎么变了 今天这么爽快就起来了 等一切都准备好后 孟贵一就带头出发了 只是心想着臭老天爷 又想让我走老路是吧 咱们走着瞧 一行人就这样走到了山下 刚到镇上就听到远处有吵到声 就你这样的废物 也配进太清门吗 他们转头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少年被群殴 被打得鼻青脸肿都不曾还手 其中一人还叫嚣着你个小偷 这太清门的遇见是你偷来的吧 给本少爷拿来 师姐疑惑地说师妹你看 他好像是外门弟子 怎么会在这里被群殴 孟贵一很是无语 这重复了一百次的剧情就没变过 还没等孟贵一说什么 师姐就开始同情心泛滥 他好可怜了 我叫师弟去帮他一下吧 孟贵一文言突然眼睛一亮 然后他静止就走了 师姐还以为他是准备亲自去帮他 孟贵一此时却想着 这几番轮回你都带我不保 这一次我就帮帮你吧 他走到少年面前 一个大巴掌就甩了过去 他在重生百次后当街暴走渣男 同行的师姐连忙就说贵一师妹 你怎么踹了这位 还没继续说下去就看到师妹表情不对 为什么师妹现在凶巴巴地这么可怕呀 而此时的孟贵一心想着多少次了 我反反复复来救你多少次了 即便如此 你最终都会选择花龙月 这可把他气炸了 回过神来的渣男却是一脸疑惑 这位道友为何要踹我 我和你莫非有仇不成 怒火中烧的孟贵一根本不想和他说话 只是心想我究竟哪里不如花龙月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上百世轮回 随后孟贵一暗自叹了口气 心想着算了 纠结这些蠢问题干什么 好好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好 紧接着就说我们怎么会有仇呢 我当然是为了救你啊 刚才要是没我那一脚 你就会被他打脸了不是吗 见孟贵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渣男直接无言以对 随后孟贵一转身就说道谢的话就免了 我们还得赶快去找师父呢 师姐在临走时看了下渣男的遇见 结果没想到这真是太清门的入门遇见 此时的渣男看着孟贵一离开的背影 突然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一段陌生的记忆涌入脑中 他立即痛苦地捂着头 下一秒他就栽倒了 这可把师姐吓猛逼了 这人这么虚的吗 不久后他们来到太清门凡间一战 孟贵一恭敬地说弟子归一来迟了 淮山尊者见状立马就说你这丫头上满去了 怎么也不和师父说一声 孟贵一表示有点是耽误了师父罚我便是 这让师父一脸疑惑 我罚你做什么 听说你救了一个准入门弟子 孟贵一听到师父这么说也是一脸淡定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我这就是记得而已 师父见他这么说话立马就笑了 归一啊 你以前可不会说这种话 你的志向不是天下第一吗 说完后就看着自己的徒弟 心想着小徒弟虽天赋匪人 但是有些太傲气了 现在看来是成长了呀 随后师父就笑着说道 如今徒弟成熟不少 现在志向可有改变 归一没有回答 心里却想着当然是争取不回到三月十五啊 这都一百次重生了 何时是个头啊 师父见他没说话就说算了 随我到镇山除岁吧 孟贵一心里想着你以前是我最敬重的师父 只可惜你从未信任过我 当然这也怨不得你 谁叫我是这个故事的反派呢 这辈子就不想这些了 不久后加云镇的除岁仪式开始了 但是孟贵一却坐在地上呼呼大睡 这可把师兄和师姐惊到了 这这不可能吧 师姐很是疑惑 我家师妹怎么变了 他明明是个没日没夜 不愿休息的修炼狂魔 这在师父除岁时睡觉流口水的是谁啊 孟贵一被师姐一戳就醒了过来 结果一不注意就重心失调倒了下去 好在师兄眼疾手快扶住了他 但是感觉好奇怪 偏偏公子扶着满嘴哈喇子的美少女 四目相对时难免有些尴尬呀 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睡觉 而且还睡到流口水 孟贵一被师姐一戳就醒了过来 结果一不注意就重心失调倒了下去 好在渣男眼疾手快扶住了他 看着眼前杀了他百事的男人 孟贵一当即就推开了他 心想这是花拢月的男人 不能碰 孟贵一起身后就说谢了 下次不用劳烦 我自己可以的 说完后就面朝太阳伸了一个懒腰 这下子舒服多了 他又去找了一个台阶坐下来 下一秒就趴在那睡大觉了 渣男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能睡 三天后 师姐告诉他们除岁仪式已经完成 淮山师傅给村子加了一道结解 能挡些小鞋碎 随后他们就准备回宗门 孟贵一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突然他想到这时应该要跟渣男顾君招事好 如果不按据行走 自己就会一直困在今天 也就是13岁的3月15日的这一天 想到这他只能不情愿地向顾君招走去 孟贵一拿着配件就说你跟我上内门去 顾君招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当下一愣神 随后就说多谢孟道友台爱 我会以自己的本事入内门的 旁边的吃瓜群众立马就说道 你说什么呢 快答应龟贵一师姐 别辜负龟贵一师姐的一片好心 顾君招此时一言不发 他清楚孟贵一对自己并无好感 只是不知道他为何会破例让自己去内门 顾君招刚想开口说话 孟贵一就满不在乎地说那你加油 他只是想按照剧情走 至于顾君招来不来和他又没关系 他打着哈哈就走了 结果没走几步就颠来颠去 吃瓜群众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下一秒就见他一头栽了下去 这可把他们都吓坏了 顾君招连忙抱起孟贵一 贵一师 顾君招话还没说完就改口了 他没事 只是睡着了 吃瓜群众都无语了 这也能睡吗 难道他是睡神不成 不久后在风和院的门口 师姐焦急地说怎么抬轿子 可是贵一出了什么事 抬轿的人不好意思地说 贵一师姐突然就 突然就睡着了 师姐掀开帘子一看 孟贵一果然在里面 留着哈喇子呼呼大睡 真有你的呀孟贵一 怎么突然这么能睡了 快醒醒 孟贵一一下子就醒了 哇呀 疼疼疼 师姐你别救我呀 我要睡觉 师姐双手插着腰说道 一会儿要去上建树课了 要是你不去 尊者会生气的 孟贵一抬头看着师姐 委屈巴巴地说要去你自己去吗 结果不经意就看到了 门上风和院的牌匾 孟贵一睡个觉就被活买了 就在她刚回到风和院的时候 不经意看到了门上的牌匾 那牌匾是师父提的字 但是她已经看了上百事 如今看着特别不顺眼 下一秒就见她左手一手 那牌匾名声碎裂了 随后连师姐她也不喊 灵月 我要换一块牌匾 名字就叫睡院吗 灵月都惊了 师妹你没事吧 是不是睡糊涂 那可是淮山师父亲手给你提的字 孟贵一也没有废话 只说换了我就去上建树课 灵月思考了两秒半就答应了 拍扁的事情让师弟们处理 你给我好好上课去 说完就拉着打哈哈的孟贵一离开 他们来到直视堂上建树课 然而刚上课不久后 孟贵一就呼呼打睡 连居气冲冲地来到孟贵一课桌前说道 我的课这么无聊吗 灵月赶紧戳了戳孟贵一 连居见她没醒 拿出戒指就趴的一下拍在课桌上 惊醒后的孟贵一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连居指着孟贵一就说既然醒了 那就好好说说何为见果吧 原本想着孟贵一说不出来就好好惩罚她 结果孟贵一竟然都能倒背如流 连居没想到她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就连灵月都一脸震惊 孟贵一心想这种见修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都重生上百次能记不住吗 好在这时候刚好下课 于是连居就让她好好休息 并且告诫她以后看视频记得点赞 下课后同学们都在议论太清门的开山大野 孟贵一却想着次大反派又要齐去太清门 随后她转身就要离开 灵月问她去哪 还有两节课才结束呢 她只是无所谓地说回去睡大觉 她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回去的路口长 心想学崖峰山顶的这片草地也很适合睡觉 于是就伸了个懒腰 躺下去后不禁感叹这地方可真舒服 她闭着眼睛聆听风声 很快就睡了过去 这是一个身影拿着铁锹刷的一下飞了出 看着熟睡的孟贵一她飞飞飞怪笑着 如今四下无人 正是我动手的好时机 不久后有泥土见到孟贵一的脸上 她也醒了过来 却看到眼前站着一个少女 少女指着她节节节地怪笑着 你可是被我活埋在这里了 怕不怕 孟贵一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被埋了 她一眼就看出了眼前的是红语幻鸟 一直能幻化人形说人话 且爱喝酒的灵兽 红语幻鸟没想到自己竟然被看清真身了 而对方还只是去去练习八戒 她当即跳上土坑看着孟贵一 说吧 你究竟是何方尊者隐世于此 结果下一秒就看到孟贵一呼呼大睡 这可把她气炸了 气鼓鼓地大叫别睡了 你是猪吗 眼在太清门的淮山尊者一惊 她知道出事了 此时红语幻鸟恶狠狠地抓着孟贵一的衣领 这一幕刚好被淮山尊者看到 淮山尊者立即就说红语幻鸟 不管你到访我太清门所为何事 都不要伤了那孩子 红语幻鸟看到这几个人好像自己打不过 到时候只会沦为被他们契约的工具 那不如自己主动契约做主人 以后想什么时候解除契约都可以 两位尊者见状也是吃惊不已 他们看出了红语幻鸟想做的事情 孟贵一此时也发现有东西钻进自己的身体 等她睁开眼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灵兽虚异 活了一百世的她当然明白对方用你 当即怒喝一声你不配 下一秒就砰的一声当场爆炸 众人一阵心惊 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契约到底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 烟雾结束后就见孟贵一起身就走了 她心想怎么总有人打扰我睡觉 好端端的又来的鸟要契约我 怕不是弄反了 就算要契约也是我契约鸟才是 等见到围观的人群后 她就说快点 趁她没反应过来赶紧抓住 红语幻鸟到现在都没从震惊中走出来 等她抬头一看就发现自己被网住了 立即张牙舞爪地想撕开这个破网 淮山尊者连忙拉起孟贵一 丫头你没事吧 有没有被伤到 尤其是在契约的时候 孟贵一想到前99是自己的结局后 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和她契约 红语幻鸟听她这么说就不开心了 为什么拒绝我 我可以给你好多好多资源 让你直接突破到金单7 孟贵一转过头就说不需要 然后打着哈哈表示自己要回去睡大头觉 两分半之后孟贵一回到了自己的住主 啥都不干就准备睡觉 刚躺下就想着还好没契约成功 万一改变了剧情 又要再轮回一次就糟糕了 她可不想再回到3月15 再睡了两个半小时后 孟贵一终于睡爽了 她闭着眼睛伸了的懒腰 等她睁开眼就吓了一跳 红语幻鸟正一脸无邪地盯着她 眼前这只鸟这是要闹哪样啊 孟贵一睁开眼就吓了一跳 眼前的少女正一脸无邪地盯着她 她立即就紧闭双眼 心想这一定是梦 随后就听到红语幻鸟说 这就是尊者的爱徒吗 淮山尊者文言尴尬地说不要挤 她只是太累了 既然你与掌门谈了条件 自不会太亏待你的 孟贵一听谈了条件就想着玩了玩了 该不会是要我卖身求容吧 自己要是从了这只破鸟 会不会因为改变剧情回到三月十五呀 突然她蹭的一下坐了起来 心想着不能坐以待毙 她麻利地掀开了被子 在红语幻鸟和淮山尊者一脸疑惑的时候 下一秒孟贵一旧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师父 求求你把这破鸟带走吧 别让它住在我这儿 这可把淮山尊者吓了一条 红语幻鸟也不管三七二十八 她直接就坐在床榻上就说本尊心意已决 你这睡愿我注定了 淮山尊者这下是左右为难 心想着不是为师不想帮 实在是这红语幻鸟给的太多了呀 都送好几车千年珍宝给太亲们了 孟贵一见他们都无动于衷就说算了 要是明天一早我还能看到你 那到时候你再留下吧 随后走向床榻让红语幻鸟起开 他可不想自己的狗窝变成鸟屋 孟贵一见他不听话就一把抓住他的衣服 红语幻鸟刚说你竟然动手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孟贵一扔了出去 在门外的凌月都看呆了 这是闹哪样啊 红语幻鸟被扔飞了2.5米 他无奈地说不过就是坐了下床 这脾气日后定要好好调教才行 他话刚说完就见后面的凌月拿剑指着他 你是什么人 想要调教谁 红语幻鸟一个转身就夹住了他的剑 然后淡淡地说你又是谁 凌月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被压制了 气呼呼地说我凭什么告诉你 下一秒孟贵一突然就出现了 同时指着他们两个人 凌月 红语幻鸟 介绍完毕 红语幻鸟听完介绍后 他被气得直跺脚 别老只鸟那鸟红语幻鸟的 我有名字 我叫红植 他话刚说完就见到孟贵一滑倒在凌月身上 好在凌月眼疾手快接住了他 红植连忙就问他是不是死了 凌月扶起孟贵一后瞪了他一眼 你死了我师妹都不会死 他只是困了而已 屋里的凌月一脸无奈地看着孟贵一 感觉师妹最近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他转头就看了眼进来的红植 只见红植哼着小曲在屋里走来走去 抬头看了眼屋子就一阵感慨 这屋子真寒酸啊 一会儿拍了拍床就说这床真硬 过一会儿就说这院子真破啊 这让凌月一阵无语 下一秒孟贵一就炸了 拿过凌月手中的水杯就丢向红植 滚出去 第二天早上 凌月早早就来叫孟贵一起床了 师妹 快醒醒 咱们该去上早课了 淋漓糊糊的孟贵一起来后就说知道了 又是下山除碎事吧 心想着果然还是回到了这一天 这个把凌月整懵了 师妹你说什么垂碎啊 那不是前几天的事情吗 你是睡糊涂了吗 听见孟贵一的声音后 红植就探出小脑瓜 哟 醒了呀 我还以为你根本睡不醒呢 孟贵一文言愣了两秒半 然后不可置信地说道 今天是三月十八吗 心想着难道是停止轮回了吗 改变了剧情后居然没有重复三月十五 这是怎么回事 孟贵一终于不用再重生了 他再去上早课的路上 向凌月再三确认了今天几号 得知今天确实是三月十八 心想着改变了剧情 也没有回到三月十五 这难道是 虚晃一枪吗 今天他们是在学习熬灵汤 美女要是说 只有熟练掌握了灵汤熬制 然后才能开始名单 孟贵一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心想着从前我为了顾军昭 什么样的丹药没练过呀 龟元丹 脆骨丹 瘦元丹 这些都手道勤来的 现在不过是熬一锅汤而已 凌月此时却是一脸紧张地看书制作 他却毫不在意地拿着制作材料丢来丢去 就这样玩了两分半 放完所有药材后 孟贵一就悬紧盖子 下一秒就倒头呼呼大睡了 全然不在意啥淑女形象 美女要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在炼药课上睡觉 见孟贵一呼呼大睡 当即就要发飙 等他凑近一看就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心想着清云风风煮的弟子 为什么炼药方法这么与众不同啊 此时罐子里的液体咕噜咕噜地翻滚着 闻到气味后的孟贵一立马就醒了 心想这就从炼气八阶突破到九阶了吗 不过好像还没结束 孟贵一见状立马就做起来 他没想到刚刚下意识用了平时的炼丹方式 结果导致现在聚集了过多灵气 连自己的修为都要突破了 不过他却努力压制着 此时罐子咕咕咕的疯狂溢出 灵气在罐子里面到处乱窜 显然是已经到了超负荷的状态 下一秒就听到砰的一声炸开了 众人见状都惊呼 这是剑骨发出的光芒 他竟然练丹练到突破了练气气 孟贵一见到这么多目光 瞬间就不自在了 这时就连美女钥匙都不淡定了 他竟然已经可以划汤宁丹了 还是一颗补气丹 四周顿时就炸锅了 灵月一把拉住孟贵一的小手 开心地说师妹你连跳两接了呀 你现在已经是助机器修士了 孟贵一闻眼脸都歪了 心想着我不仅没把修为压下去 想出去躲一躲 灵月甚至以为师妹这些日子 一直想睡觉 是因为快要突破了 孟贵一就这么跑着跑着 跑到了一个院子里 他羞的一声跳下院墙 转头就说抱歉 我路过的 刚准备离开就听到顾君招喊了声声解好 孟贵一顿时打了个机灵 吓死个人了 她是重生九十九世的反派女配 这一世决定摆乱睡大觉 于是在上课期间翻墙逃课 不料却遇到杀了他九十九次的男主 孟贵一没想到随便进个院子都能遇见他 更想不到上课期间他居然在扫地 想着来都来了就走下剧情吧 于是就淡淡地说你不上课吗 顾君招文言就说刚上完课准备回来打坐 于是两人就一顿尬聊 吃了没 没 哦 早点吃 像极了屏幕前观看视频的你 最后两人大眼瞪小眼 就这样干大了两秒半 孟贵一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挺适合拖懒的 于是转身就屁颠屁颠地走了 想着先睡一觉再说吧 毕竟这才是百万该有的态度 两个半小时后顾君招刚打坐完 他拿着茶具朝屋里走去 却见到孟贵一早已在房间里呼呼大睡 熟睡中的孟贵一突然翻了个身 这可把顾君招吓了一跳 赶紧过去扶住了将要跌落的孟贵一 顾君招轻轻放下手里的茶具 看着怀中的孟贵一微微一笑 想着他真是在哪都能睡得香甜了 把他放回床上就轻手轻脚地给他盖好被子 孟贵一就这样子又睡了两个半小时 最后就迷迷糊糊地睡醒了 顾君招连忙就说世界醒了吗 我给你煮了面 过来趁热吃了吧 孟贵一瞅了一眼 心想着在整个针锋大路 从前也就只有花拢月吃过他煮的面 我可无福消瘦 随后就说不用了谢谢 说完后转身就离开了 突然想到必闲归必闲 但是剧情还是得走一走 这让他瞬间有点不爽 结果也只能无奈地回过头说道 你以后的修炼若是需要帮忙就和我说 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叫我 说完后打开房门就准备离开这里 双脚刚迈出门口就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下一秒顾君招就听到扑通一声 抬头一看就吓了他一跳 天才少女都是趴地上睡觉的吗 这操作把顾君招整懵了 他蹲下来一看 发现孟贵一已经在打呼噜了 顾君招伸出手就戳了戳他的脸蛋 下一秒孟贵一就蹭地一下坐了起来 一脸惊恐地说你要干嘛 顾君招的手直接僵住了 好干大呀怎么办 孟贵一瞅了他一眼 心想着这个男人怎么回事 以前总是一副为了花拢月洁身自号的样子 现在怎么找到机会就上手 顾君招疑惑地指了指自己 师姐很怕我吗 孟贵一当即就说没有的事 师姐最喜欢你了 听到孟贵一说最喜欢自己 他激动地说我明白师姐对我的期望 过几日的开山大典 我并会努力进内门的 孟贵一连忙就说不着急 他没想到顾君招这小子好像完全会错影 按照正确的剧情流程来走 一年以后他才会入内门 刚想继续劝导一下 结果无外来了一群外门弟子 你们快看 那不是孟贵一孟师姐吗 十三岁就到了住机期的天子 顾君招见状赶紧拦在孟贵一身前 师姐 你一个内门的人出现在这里总归不太合适 孟贵一阵无语 哎 你让让你让让 心想着成名的感觉就是这么挫不及逢 原来他们都是来崇拜我的 下一秒孟贵一就秒变小天使 等门内弟子领长门之令来找孟贵一的时候 就发现他又在呼呼大睡 最终二人想了的办法 那就是用轿子抬他过去 两分半过后孟贵一就听有人叫他 下轿子后发现门内一群人围观 他刚要行礼就被掌门向灵拦下了 罢了罢了 今日叫你来是有一件事与你说的 本座决定等几日后开山大点结束 就让你进入剑中选剑 周围的各个尊者都点头同意 这让孟贵一有些捉摸不透 这些人都怎么回事 一个个的怎么不按照剧情走 难道这次轮回真的出问题了吗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不符合的剧情了 思考片刻后就说弟子多谢掌门抬爱 只是弟子刚突破晋升 此时贸然入剑中 若是选了把不行的剑 岂非让掌门和师父以及各位尊者失望吗 所以弟子愿将这个名额送给别人 等到明年大笔再入剑中 掌门和尊者没一脸差异 没想到这孩子突破之后心性更加稳定了 掌门是越看越喜欢 捋了捋胡子就说剑中的剑都不差 若是运气好选中非生大能的剑 对你是百利而无一害 即便不是大能的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你放心去便好 孟规一听完就懵了 这算什么事啊 我不想要好剑 我就是一个反派啊 刚想继续说话就被淮山打断 只见淮山上前拱手说道 我替徒儿谢过掌门了 一刻钟后孟规一就跟着师父回去 想着完了完了 以淮山以前对我的态度 这次怕是要挨骂了 刚想开口说话又被打断了 淮山摸着他的头就说我知道你的想法 只是你不能当众拒绝掌门 无论你选到什么样的剑 师父都不会怪你的 随后摆了白手 你还要练剑我就不耽误你了 不久后孟规一找了个安静的草丛 思考着这次的轮回到底怎么回事 感觉就是老天故意整他的 以前我想要的谁都给不了 现在不想要的 一个个都跟不要钱一样送到面前 想着想着孟规一就打算先睡一觉 刚躺下去身旁就出现萨萨萨的声音 随后面前就出现一个人影 师妹你怎么在这儿 看似年轻的少年竟然已经120岁了 孟规一见状开心地叫了声大师兄 轩一侧着头说师父不是要你练剑吗 说完后就从树上跳了下来 孟规一看着他的背影想到了前世 师兄原本是个内心纯净之人 前世因为自己的关系落得一个悲惨结局 随后就说我有在练了 心中有剑干啥都是在练剑 轩一文言就探出半边身子看着他 不愧是规一师妹 听说你今生到住机器了 师兄还没恭贺你呢 孟规一表示恭贺就免了 倒是大师兄还是好好地在乎自己吧 你每日教清云风弟子练剑 自己都没什么修炼时间 你这人真是一点都不为自己考虑了 轩一打着哈哈就说到金丹以后 突破也不是一时了 只要师弟师妹们好好的我就开心 说完他就准备开溜 临走时还和孟规一说刚突破要多休息 孟规一却想着这么纯凉的大师兄 希望这一世不要重蹈覆辙害到你 刚准备离开的轩一 听到孟规一喊了一声大师兄 然后就见师妹扔来一条上等紫金葡萄链子 轩一知道这是辅助修炼效果极佳的道具 连忙就说谢谢师妹 不久后在清云风外门禁地 顾军昭在修炼的时候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这不是淮山尊者的清传弟子孟规一吗 他怎么跑咱们外门来了 还能因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顾军昭啊 就顾军昭那张脸 听说外门女弟子就被他迷得七婚八素了 那孟师姐岂不是 屋里的顾军昭听这些师兄弟这么口无遮拦 生怕孟规一误会了 孟规一自然也听到这群人的窃窃私语 在心底暗自叹气 明明是为了走剧情来打卡 又被误会成花痴了 为了完成任务就不和他们计较 刚准备敲门就听到屋里面说进来吧 这让孟规一一阵无语 想到以前自己进他房间 都是死缠乱打才进去的 如今这大门敞开欢迎我进屋 感觉好奇怪哦 他进去后就一言不发地朝床踏走去 心想着这群人真的狗 一个个等我摆烂后就不按套路出牌 想让我出发漏洞去重生是吧 顾军昭见他直接就睡也是懵了 刚躺下的孟规一开始是烦躁 想多了就发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叫 但是困意大过恶意 最终还是睡着了 两分半过后孟规一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随后就见顾军昭倾笑地叫了生师姐 要吃面吗 睡眼朦胧的孟规一抬起头 看了一眼顾军昭 顿时就语无伦次 肚子是诚实的咕咕叫 但嘴巴却说你发什么神经 这面不用了 我消瘦不起 心想着我又不是女主 顾军昭闻言叹了口气就说道 我以为你会喜欢的 孟规一愣了一下 随后就说会喜欢你下面的人不是我 顾军昭懵了 抬头看了眼孟规一 心想着他这话 什么意思啊